今天這個風險都是存在的 那希望立法委員要關心就是別的事情 就不要一直去質疑衛福部 但是我的出發點並沒有去質疑他 我們中研院研發出來快篩 是一個全台灣民眾都非常振奮的消息 但是我們就要先預先想到就是 當我們今天快篩在基層診所 都要能夠去使用的時候 其實我最近就有很多的醫生跟護理師 他們其實是基層診所第一線員工 他們就會非常擔憂的來就是跟我們提到說 他們也是專業 但他們的專業就會提到說 像這些快篩的 不管是我們的這個試劑盒 如果今天在基層診所去使用的時候 他們很擔心基層診所 如果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那可能就會有非常多的問題會引發 所以包含像日本的這個成田國際機場 其實他們有就是把這個 但你臉書有看到這個訊息 所以我覺得像衛福部 可以就是能夠先想到快篩這件事情 可能的風險 對 特別是在基層診所在操作的時候 怎麼避免說這些檢體的外洩 造成二次的污染跟感染 這是很合理的質詢 事實上他可以設計一個小的採檢箱 他在裡面去做等等 甚至說其實有一些病人 他們在進到這個篩檢 在快篩的通道上 他們可能要另外的設計 那甚至整個這個檢疫的部分 他的消毒等等 那我是覺得說就是民眾也會恐慌 基層診所的醫護人員 他們同樣在聽到這些 我們政府可能有一些新的進度的時候 他們也會恐慌 所以我們真的很希望說政府 當然也是還是 立法委員的職權 就是希望能夠監督政府 希望他們把這些不必要的恐慌 都能夠透過公開透明 或者是一些進度的公佈 能夠讓他們降低這個恐慌的心理壓力 這個WHO如果再繼續這麼扯下去 我覺得中間這個H本來是HELL什麼 要改成HELL啦 HELL 世界地域聯盟 最近的那個就是大家的語情 就會有一點說好像 就是立法委員在監督的時候 我們提出了一些 就是建議或者是質詢的時候 可能會講一些事情 其實大家民眾可以不要就是 放一種好像覺得說 我們是政治的操作 當然我相信有一些委員 可能他們在質詢的那個態度 是確實比較有點兇啦